中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触动中国的敏感神经 宣布进行环台六大区域军演 事后还新增再加一个区域演习 为期三天到七号的中午十二点 不过就在稍早十二点三十九分 中国央视网发布新闻 解出八月七号解放军东部战区 是按计划继续为台湾周边海空域 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 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打击 跟远距离空中打击能力 学者分析中共延长军演 是为了要对台湾进行压力测试 看我们的民心跟军队 在什么的情况下会出现不安 而中共也会把军演逐渐的常态化 来模糊过去美中台三边不沉稳的默契 比如说海峡中线 不过我方国防部持续的保持戒备状态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有消息人士透露 今天大约是有十艘的共舰 跟台湾军舰接近海峡中线 过程中共舰试图越界 但台湾方则是挡住去路 迫使他们处于不利的位置 并且返回另一边的海域 消息人士也将今天双方的行动 形容为猫抓老鼠 而双方表现的也相对克制 国防部更释出影片 包括了暗制雄风飞弹 跟专门对海反舰飞弹部队的海峰大队 还有日常的影片 目的就是要安定明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